你们知道威震天一共有多少载剧形态 看完这些载剧 真是让我小刀拉屁股开了大眼 第一赛博坦式喷气战机 这是威震天刚到地球时的形态 也是他最巅峰的时刻 不仅一个照面就撕碎绝世 更是轻易将大柱子按进大楼里疯狂摩擦 即使到了对枪缓击 面对擎天柱全力的一枪他也是不痛不容易 随即一炮就能将大柱子轰至重伤的臂 可以说此时的威总是当之无愧的王者 第二飞行坦克 威震天在被主角珊姆利用火种员击杀后 尽管被手术刀成功复毁 可实力却也大打折扣 此时的他再不负往日霸气 即使面对昔日的手下败将青天柱 也要依靠团队三打一才能略战上风 最后在被反杀掉冲浪板后 威总才依靠偷袭将大柱子击杀 可这也激活了大柱子的拍挂属性 在得到天火能量加持之后 一炮就将威总封碎大半个脸颊 好在红蜘蛛及时给他排挤 这才保住了老大的尊严 第三破烂油罐车 这是威震天最落魄的时候 为了躲避汽车人的追杀 威总不得不化身一辆迈克泰坦 拖头隐藏于非洲大草人之上 虽然丢了面子 但好歹保住了幸福 此时的威总只能汇聚幕后搞起阴谋本机 虽然将汽车人前任领袖玉天迪策服 可玉天迪却丝毫不将他放在眼里 这也让威震天最终选择被刺 来了个黄雀载后 可他却高估了自己的实力 在被大柱子丹臂丹腐斩首后 一代霸主也彻底下险 第四秦天柱复刻版西部之星 SC5700 这是KSL公司利用万能金属打造的 全新战士金破天 不仅全身能变成粒子型的 更是刀枪不入 水火不清 可同样也缺乏攻击手段 威震天巧妙地利用赛博坦蚊子成功将意识转 来了个幻客重生 可由于这次秦天柱降服了粉龙金刚 再次战败的金破天只好选择撤退 第五骑士战机 造物主昆塔沙重新为威震天打造的穷新躯体 虽然进化为更强骑士型盘 但威总的实力却依然没有提升 附近沦落到需要跟人类谈判 要求其释放被关押的霸天府战士 更是在与失去领袖的汽车人们交锋之时损兵折价 最后更是仓房考出来 可以说变武的威震天已经彻底失去 与擎天柱一战的资本 到了决战时 面对一剑就斩断自己右臂的大主 威总不得不打起了感情盘 谁知晴天柱早已将他看口 一脚就将他踹出飞船生死不知